大大学副校长谢龙发代表学校颁发荣誉讲座教授聘书给蔡智隆博士 谢副校长表示蔡智隆博士的人生经验非常丰富 相信她的演说可以提供学生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品牌打造、未来创业等方面上观念上的启发 科技创新、文化创意、打造品牌 所以我也累积了一些经验 现在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体验 怎么来做 我在说六十年代我要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就想一定要跟人家不一样 穷人要翻身 真的要动脑筋 我开始做 我刚刚给各位报告 从事化妆品的研发销售 蔡智隆荣誉讲座教授说 她原本是学法律出身 后来却跨领在化妆品牌生计生殖研发、科技产品创新及太阳能等实验上能够成功打出名号 成为连锁店的教父 靠的就是坚持和创新 她鼓励学生创业 但不忘提醒学生 必须是真正对创业领域有热忱才能够持之以恒 学校开这个讲座可以帮助我 对未来自己的创业有更深的认识 然后也对自己未来要找什么工作 从怎样开始 也有很大的帮助 新鲜的住社会会有一些 会面临到一些困境的问题 虽然说我个人 在15岁的时候有出过社会 所以我是觉得 有一些事情我是知道 就是有一些别人的方面我们都很清楚 但是对学校推广这些活动会让我们觉得说 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出社会的时候 会有比较更深一层面的去了解 对啊 所以我觉得学校班这些活动比较有方向心 管理学院副院长罗世伟表示 很多年轻人都有抱负 希望能够自己创业打破22K的魔咒 希望名人讲座的推出 能够邀请更多企业家立校分享 为学生带来最大的受惠 大一人新闻 刘新校李贵妹采访报道